军武碎面 军民温游的节日 古人云 兵贵宋不贵酒 自古以来 兵贵神速就是抓住有力战技 打破力量均衡的最好手段 一战中 步兵火炮队列的阵地僵局 让战术手段无从发挥 二战中 坦克装甲的风驰电撤 让统军将帅们大展拳脚 表演出一幕幕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的大戏 在前年级节目中 我们宁愿了一位闪电战的缔造者 曼士坦逸与古德里安 今天咱要讲的就是另一位 参与闪电战的德军名将 艾尔文·龙威尔 沙漠之户龙威尔 离其在北非出神入化的机动用兵 而闻命于世 然而这位善用装甲部队的统帅 却是踏踏实实的步兵出身 而且是从基层做起 一战中 龙威尔作为前线卫官 英勇善战 转战各大战场 曾率三名士兵 几百二十多名法军的进攻 后来他任职战术交官时 诸出步兵进攻 得到了元首的赏识 与二战波兰战役后 如愿以偿 被认为第七装甲师师长 在1940年西线战役打响时 其实德军并不拥有兵力上的优势 当时德军可发动进攻的有136个师 而且对手反应何比四国加起来有156个师 坦克方面 德军有2800辆 而联军超过4000辆 而且当时德国坦克的火力装甲都要逊色于对手 为了速度方面占据上风 这一仅有的优势让德军装甲部队 在战略应用上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结果就是德军用仅有的10个装甲师 当作进攻矛头 决定了整个战役的胜负 而这其中之一就是 罗麦尔率领的第七装甲师 第七装甲师由之前的轻装师改变而来 在之前的波兰战役中 由骑兵和装甲单位 混变而成的轻装师被证明并不适用 相比于其他正式装甲师 有两个团的编制 第七装甲师只有一个战车团 不过这个团却有三个营 而不是通常的两个 因此战车总数有218辆之多 其中半数都是捷克制造的 总体配置第七装甲师的装甲兵友 第25战车团第37装甲侦察营 摩托化步兵友 第6步兵团第7步兵团第7机车营 工兵友第58空兵营 炮兵友第78野炮团 下下三个营 以及第42战防炮营 战防炮也就是反坦克炮 龙梅尔于1940年2月15日 接任第7装甲师师长 步兵出身的他 以前就一直把步兵当机动部队使用 现在他也认清了 坦克战车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 1940年5月10日 德国对西欧的闪电战正式打响 5月11日 龙梅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一切的进展都顺利的惊人 邻居友军逼我落后 由于不断发命令和高声喊叫 我的嗓子几乎都快哑了 仅仅睡了三个钟头 然后胡乱吃了一餐 我太疲倦了 所以不多写了 从这里可见 由于德军出其不意的战略 敌人的抵抗非常有限 不过碰到天险河流时 困难依旧存在 在横渡第一道屏障马斯河时 龙梅尔的部队遭到了法军轻武器 和重炮的多重阻击 根据龙梅尔战事文件记载 当我到达目的地时 第七兵团已经有一个年度过了西岸 不过敌人火力又开始转立 把所有渡河的工具都打成了碎片 渡河行动也只好就此停止 为解决困局 龙梅尔迅速调来了榴弹炮与坦克 他们立即对着西岸 所有我们认为有机军隐私的地区开火 不久对岸的岩石和防务 都被炮火炸得四分五裂 接着那些坦克把炮塔偏向左面 每辆以50米的间隔 沿着马斯河的河谷 一边慢慢向北行驶 一边严密地监视着对岸的斜坡 在火力的掩护之下 渡河的工作又慢慢恢复了 这之后德军的恩克弗涅 又在龙梅尔的指挥下用轻武器 暴暴用气势击退了敌人的坦克 英国装甲之父尼德·哈特 对这场战斗评价刀 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 龙梅尔的亲自指挥 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作用 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德国的军队早已被法军的猛烈狐狸 吓得丧失了斗志 由于他个人以身作则 奋勇向前 才又把德军的士气 重新激励了起来 不过龙梅尔的胜利 其实颇为侥幸 因为当时负责防御敌兰地区的法军 是第18部兵士 他们经过长途徒步行军 刚刚赶到就进入阵地 而第一起兵士 则运在阿登高原 受到德军坦克重撞之后 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他的元气 所以在龙梅尔果敢的领导之下 德军攻击部队 终于能在马斯河西岸 震得相当宽的立足点 并突破守防的防线继续前进 为了以最快速度继续推进 龙梅尔在部队渡河时 也事无巨细地进行指挥 有一年龚病正忙着架设一个八端的伏法 我立即命令他们停止 赶紧改换16顿士的 我的目的 要使战场团的一部分赶紧渡过河区 越快越好 事后 龙梅尔总结道 我确信 像这次在马斯河西岸的战斗 一个师长都想充分了解 顺心外面的战况 必须清零现场 带着通信工具 分之于各个前线阵地之间 并对前线上的各团长直接下令 这样才能充分掌握战况 才能随时应对突然的变局 若是由下级引用无线电 把情况报告到师部 再由师部发出命令来 他就未免还不应急了 不过另一方面 师长必须不断用无线电 连留在后方的师部 保持密线联系 每天上午和下午 师长都应该和他的主板作战负责人 相互交换一次意见 实际的战况 证明这种指挥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5月13日这一天 德军连任三处渡过了马斯河 罗维尔一马当先 到了下午 莱伊哈特在蒙太美 古德里安在色当也都渡过了河 5月14日晚 在德军攻势的压力下 法国第九军团司令 下令放弃马斯河防线 向西撤退 然而还没等法军占领局 马斯河24公里的新防线阵地 罗维尔的军队就突了过来 正在外特的法国守军大乱 很快就权限崩溃了 当时法军第十一装甲士 和第四北飞士 刚刚赶到战地 正准备向迪拉岸 发动一个反攻 然而在罗维尔的猛冲之下 法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 第十一装甲士 由于汽油用完 误能进攻 连撤退都来不及 坦克纷纷为德军俘获 很快 法军的退却 在德军更快的追击面前 演变成了溃逃 并产生了连锁反应 南伊哈特和古德尼安 当面之地也纷纷溃败 法军战线很快被撕开了 100公里宽的大口子 德军装甲部队 犹如秋风扫落夜半 鱼冠而入 现在战争演变成了 德军将军们的一场 飙车竞赛了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快速机动战中 罗马尔依然不遗余力地改进着战术方法 提高着作战效率 5月15日的作战 依旧是向单刀直入的向我的目标进攻 以第25战车团做先锋 用炮兵做掩护 若是有俯冲轰炸机就更好 我自己也乘车随第25战车团移动前进 以便直接指挥攻击 并且指挥炮兵和俯冲轰炸机 把火力运动到恰到好处 为了使无线电通信发挥最大效用 罗马尔和参谋长及炮兵指挥官 实现上定了一条重刺线 所有的军官都把它画在地图上面 以后需要炮兵支援的时候 只要用无线电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 大家就都知道了 炮兵指挥官对我这个方法感到十分满意 这原来的老办法 无线电报还需要翻译 重要的通信往往因为耽搁太久而丧失了时效 根据官方战事记载 在5月16日到17日之间 第七装甲市为了突破小马其洛防线 一共只死了35人 伤59人 在该市地区中所收纳的俘虏数 约为1万人 另外加上100辆坦克 30辆装甲车和27门大炮 这个数据的结论说 本是因为没有实践 所以无法收集大量的俘虏和装备 对于法国人的窥败 罗曼是这样的评价 天下再也找不到 比法军统帅使用装甲兵力更为糟糕的方法了 他们一共有53个坦克营 而德军一共只有36个 但是所有的德军坦克营都已经变成装甲师 一共10个师 而法国坦克的一半 却用来做步兵的支援单位 连他们的7个装甲师 也被分割使用而糟蹋掉了 当然 德军对西欧的闪电战也不是总是面对法军那样轻松 在下一阶段的战斗中 德军也多次遭遇英军的顽强抵抗 不过总体来说 德军装甲部队在这轮战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飙车 从隆梅尔给妻子的信中就可以看到 每次都不忘记载 今天有飙了多远的路 直到6月20日攻下最后的目标 我不知道日子弄错了没有 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 几乎已经没有时间的观念了 本时一口气追了350公里 攻下了强有力的要塞地区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度很危险 因为敌人的实力可能是我们的20到40倍 他们有20到35个要塞可以随时作战 此外还有独立的炮台 可我们还是完成了元首特别命令所赋予的任务 竟最快速度占领了色宝 1940年德军对西欧的连刀闪计 毫无疑问是鼓往进来 兵贵神速的典范 除了战略层面的出其不易 战术和战斗层面 德国军官们的出色指挥也鞠躬至尾 兵贵神速并不是满打满撞 无脑逐突 而是要在正确的时刻 果断迅速地做出正确的抉择 毫无懈怠的激励部队 向正确的目标前进 要做到这点 就得先对战场有深入准确的洞察和理解 这样才能先敌对作战形式 给出更合理的判断 同时打破常规的条条框框 抓住有力战机 罗维尔作为一个步兵出身的军官 却能够迅速掌握装甲部队的正确用法 这恰恰得益于其曾经长期一线作战的指挥经验 他脑中的战术方法 不是纸上谈兵的刻板理论 而是战火中磨练出的动态控制模型 当新装备新元素加入战场 他能迅速的带入攻势模型 计算出新答案并给出最优解 在闪及西欧的作战中 罗维尔发明了诸多新战术 及突破常规的指挥方法 如之前提到的冲入线 还有就是违反训令 沿推进的交通线 树立标识本事的路标 一使部队尽快跟进 这些非常规手段 也遭到一些铜鸟的批评 但事实证明它是非常有效的 在之后的北非战场上 罗马尔将有幸拥有更加独立的舞台 来施展自己神鬼菠菜的指挥才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闽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